你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看到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而且只到10月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从这张图 这边是告诉我们什么事情 在进口国家比较里面 我们发现 对不起 这个是 这边我比的是产品是不是 组类别是不是 这边我比的是产品组类 所以你就可以发现 在产品组类里面 那个16机械 机械 在没有疫情的时候 他的需求是2.8亿 然后 他在2021年 16机械及电机设备变成3.8亿 那是不是增加了1亿 这边的计算都是美金 所以这个需求算不算是在增加 而且增加很多增加1亿 可以 那你有没有发现 那这个时候第二高的矿场类 他现在变到第三了 而且他是在减少 这边是4200万 然后这边变成3100万 可以吗 好 那你从这张图是不是就很容易的比较出来 他的在这三年间的差别 可以了解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所以视觉化分析有一个很棒的地方 这个 对 什么 实际上 连 好 整